2月6日,因俄罗斯联邦的请求,在纽约举行了另一次安理会会议,讨论乌克兰局势,俄罗斯继续利用其请求召开安理会会议的权利,来反复讨论战争。 这让西方大国感到恼火,因为这使得俄罗斯能够将战争强加到外交议程上。 这虚弱了西方的论点,即俄罗斯对外交不感兴趣。 实际上,俄罗斯正在积极利用其所有有可用的外交手段,同时也申命将继续使用军事力量。 这一点由俄罗斯代表明确指出,他们正在采取双轨策略来实现其目标。 这些会议非常重要,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所有大国以及小国家都有机会在由15个成员组成的安理会中发言。 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而且有非常明确的程序规则。 这就是为什么讨论会来回进行。 我现在将向你展示,首先与俄罗斯代表发生的交流。 然后,我会跳过几个人,听听法国代表的发言,接着是英国代表的发言。 两者都给出了通常的回复,备忘录已经流传开来,说每当俄罗斯人说些什么,回应应该是如果俄罗斯从未入侵就不会发生任何坏事,也不会有人死亡。 这是现在每个人都在重复的口头禅。 根据国际人道法,谁开始战争或战争的原因并不重要。 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战争法或国际人道法就会适用。 杀害平民和轰炸平民基础设施变得非法,这些行为被宣布为非法。 俄罗斯不断提起这一点,因为悲剧继续发生。 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双方都有发生,但最近我们在周六这里看到了一起事件,有28人在一次袭击中被杀。 CNN这样报道他,我想引起你的注意。 CNN报道说,在乌克兰东部一个被俄罗斯占领的城镇的袭击中,至少有28人被杀。 这几乎让你认为是俄罗斯人杀了这些人,尽管文章或标题并没有这么说。 你必须滚动很远才能意识到,实际上是俄罗斯人在指责乌克兰人做了这件事,而乌克兰人对此保持沉默。 这也非常说明问题的是,这发生在2月3日的周六,CNN用了整整两天的时间,直到周一,才真正报道他。 然后,俄罗斯人只用了3到4,TNN就把这件事放到了议程上,因为这件事随后在2月2日被安全理事会讨论。 因此,作为回应,即使是西方主流媒体也被迫承认发生了某些事情,这就是他们想要谈论的。 俄罗斯人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所以现在,请不要再拖延,享受这个节目吧。 在一切结束后,我会再做一些评论,请看。 我们因乌克兰武装部队在2月3日星期六对利西昌斯科政的导弹袭击,而紧急召开了安全理事会会议。 这次袭击几乎完全摧毁了一家两层楼的咖啡馆和面包店,导致楼层坍塌。 大约40人被埋在废墟下,28人死亡,包括一名孕妇和她5岁的孩子。 4名受伤者情况非常严重。 我们认为,袭击的目标和时机是蓄意选择的。 这座城市位于双方接触线附近,经常遭到各种武器的炮击。 他的休闲设施很少。 袭击者等到家庭在休息日外出散步时,然后冷酷地袭击了利西昌斯科几乎唯一的休闲场所。 此次打击使用了高功率、高精度武器,很可能是HIMARS,MLRS火箭。 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已从袭击现场收集了弹药碎片以核实其来源。 今天我们预计会听到有人声称俄罗斯就救乌克兰危机过于频繁地召开理事会。 但这并不是我们找理由开会,是乌克兰武装分子变得如此野蛮和厚颜无耻。 几乎每周都要实施恐怖袭击,他们炮击平民设施,杀害俄罗斯领土上的平民。 这是过去一个半月中发生的第四起此类恐怖袭击。 基辅政权的行为在其残忍性和复杂的仇恨中令人震惊。 贝尔格洛德的炮击,敦涅茨克的两次打击,以及县, 在德鲁干斯克市的袭击都发生在周末和公共假日,当时有大量平民聚集的地区。 袭击的时间总是恰好与特定地点访客数量高峰期相吻合。 在这些案例中,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军政府首领最终摘下他的面具,选择了恐怖主义道路。 这不仅仅是通过其头目的直率声明证明的,也通过他们的行动证明了。 例如,昨天我们得知,格鲁吉亚边防警卫队谋索了一批伪装成汽车电瓶的爆炸物, 这些是用于在沃洛涅日和可能的地比利斯进行恐怖袭击的。 这次失败的行动,旨在将一切责任归咎于格鲁吉亚,是泽连斯基党内一名议员的责任。 这些项目以及最恶劣的ISIL恐怖分子的风格,正是通过西方对乌克兰的援助得到资金支持的。 乌克兰武装部队无疑拥有一种免责和放纵的感觉,而且他们意识到来自华盛顿、伦敦和布鲁塞尔的无条件支持, 这些城市似乎对拼命的杀戮、家庭的破坏以及人们生活和未来的毁灭莫不关心。 在对我们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削弱俄罗斯的愿望中,西方似乎愿意牺牲其他人的生命,并放弃普遍的道德准则。 希望生活在严重审查和宣传下的美国和欧盟的普通公民,能了解到有关基辅暴行,以及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其中的共谋的全部真相。 他们应该意识到被送往乌克兰的致命武器,被用来对无辜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实施恐怖,行为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如果有人变称西方国家不负责任,因为是基辅选择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应该记住乌克兰主要情报局的代表斯基比茨基先生所做的公输。 2022年8月,有消息披露,要使用HIMARS系统,基辅必须事先与华盛顿协商目标。 这清楚地表明了,在卢西昂斯克犯下的罪行中,谁是同谋。 而且,不仅仅是这一罪行,还有数十起,甚至上百起,涉及西方武器的其他罪行。 女士总统,班德拉分子军政府最近的恶劣行为之一, 是1月24日对俄罗斯武装部队的俄罗斯军用运输机IL-76的蓄意攻击。 该飞机正运载65名乌克兰战俘进行约定的交换。 这次攻击导致74人死亡,包括俄罗斯机组人员、军人、警察官员以及所有战俘。 基辅政权完全知晓计划中的交换,它已被告知、运输方式和运送战俘的路线。 然而,几乎在飞机坠毁后立即,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自豪地确认了其参与。 这有效地承认飞机是被乌克兰军队故意击落的。 但当公众得知飞机是用于交换被俘的乌克兰士兵时, 泽连斯基总统办公室迅速改变了其叙述, 并开始否认乌克兰在这场灾难中的任何设计。 泽连斯基总统最初表示,需要对飞机上的死者进行国际调查, 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 然而,随着越来越多有关乌克兰武装部队参与的证据浮出水面, 基辅政权放弃了这一要求。 他意识到,让不带偏见的国际专家参与调查, 可能会证实其罪行,并彻底破坏乌克兰已经受损的声誉。 自从我们在1月25日要求的会, 一以来,俄罗斯的调查已经取得了进展。 我们已经完成了飞行数据记录器和语音记录器的解码。 我们还分析了追击现场的机身碎片和机械部件上的柿子, 发现了含有多大10%氧的六角炸药的痕迹。 这是外国制造的炸药所特有的。 今天,我们拥有无可辩驳的证据, 证明使用了爱国者的对空导弹执行了这次打。 基,这毫无疑问地表明华盛顿也是这一罪行的直接共犯。 国务院对这一信息没有以任何方式发表评论。 相反,他虚伪地建议Q的代表这样做。 在追击现场附近, 发现并搜集了670多片受害者的尸体碎片 以及部分保存完好的个人文件。 根据我们进行的基因测试结果, 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确认 那架飞机坠毁时死亡的6名机组成员, 3名军警和65名乌克兰军人的身份。 调查组掌握了所有乌克兰士兵的基因数据。 我们准备与任何感兴趣的国际组织 分享我们国家调查的结果。 我们已经向联合国发出了一封此意图的信函。 乌克兰武装部队参 与对L76进行恐怖袭击的证据是如此确凿, 以至于连西方都无法忽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国官员 最近告诉美联社, 法国军方认为, 这架飞机是被一套爱国者系统 从大约50公里的距离击落的。 我们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的成员国和联合国的领导层, 坚决谴责对利息刺客的火箭袭击, 以及基辅政权所犯的所有其他恐怖行为。 班德拉集团将你们的沉默 视为对犯下更多罪行的白纸批准。 我们方面, 我们重申, 所有参与这些罪行的人, 包括其组织者和执行者, 都将被查明并承担责任。 我们还重申, 无论通过外交还是军事手段, 乌克兰的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所有目标, 以及特别军事行动设定的其他目标, 都将实现。 谢谢。 女士总统, 我想感谢迪卡洛女士的简报。 2月1日, 一支来自瑞士新教互助会的车队 在离开贝列斯拉夫镇时, 被俄罗斯无人机追击。 这两辆未加装甲的车辆 在引擎盖和侧面展示了EPR的标志。 很明显, 这些车辆属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的车队。 俄罗斯故意瞄准这个车队, 杀害了两名法国平民援助工作者, 并伤害了其他三人以及一名乌克兰人。 这些人是冒着生命危险, 帮助乌克兰人民的人道主义工作者。 两年来, 这个人群遭受了俄罗斯侵略的毁灭性后果, 俄罗斯再次故意瞄准平民, 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就在上周, 他攻击了乌克兰超过1500次, 集中了570,000个村庄, 杀死了12人, 伤害了60人。 我们还将记住俄罗斯军队, 包括库兰欧可瞄准克拉玛托尔斯克火车站, 当时成千上万的平民正试图逃离冲突, 克雷曼丘克的购物中心, 文尼查的住宅楼, 以及罗亚的葬礼接待处。 俄罗斯试图转移责任的愤世祭俗,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通过召开今天的会议, 同时每天针对乌克兰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俄罗斯在侮辱我们的智慧, 他再次粗暴地操纵了这个理事会。 俄罗斯士兵和顿巴斯的居民, 乌克兰村庄里的平民, 以及法国的急救工作者, 俄罗斯对其对乌克兰战争中所有这些死亡 负有唯一的责任。 法国向2月3日28名无辜受害者的家属表示哀悼。 然而,这种悲剧, 就像所有其他悲剧一样, 在2022年1月24日之前并未发生。 俄罗斯必须停止其侵略行为, 并撤回其军队, 正如国际法院所要求的那样, 如果他这样做, 屠杀将会停止。 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做出这个选择, 而不会损害自己的安全, 或乌克兰境内讲俄语人民的安全。 谢谢。 谢谢您,女士主席, 也感谢副秘书长迪卡罗的简报。 我们欢迎乌克兰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英国深切地对这场战争中发生的所有生命损失表示遗憾, 无论这些损失发生在哪里, 但或许我们应该从一些事实开始讲起, 这些是俄罗斯试图向世界和其本国人民隐瞒的。 自俄罗斯非法入侵乌克兰开始的700天以来, 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俄罗斯军队手中被杀害或受伤。 俄罗斯对平民基础设施、 住宅、学校、医院和宗教场所进行了无情的攻击。 有报道称,俄罗斯军队应对大规模暴行负责, 包括酷刑、性暴力、强迫驱逐和拒绝处决。 在此过程中,大量俄罗斯士兵本身被杀害, 俄罗斯家庭因此丧亲, 造成这场战争死亡和苦难的唯一则任防是俄罗斯政府。 任何数量的虚假信息都无法掩盖一个非常基本的事实, 那就是,俄罗斯无端侵入乌克兰,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 这是一场普京总统拒绝结束的战争, 尽管他已经对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造成了所有的损害, 他还导致了大量俄罗斯男女的死亡。 相反,他选择加倍追求一种帝国主义幻想。 俄罗斯继续以从金正恩那里获得的武器对乌克兰进行打击, 这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 因此,当俄罗斯来到这个理事会, 意图传播他们的SWED宣传时, 让我们记住谁对这场战争及其可怕的人类代价负有责任, 谁继续违反这个组织的原则, 谁有权利立即结束这场战争。 当俄罗斯今天像他们正在做的那样, 竞选破坏西方武器的供应时, 让我们自豪地坚定地支持乌克兰, 我们支持他们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实现和平的最快途径是普京总统结束他的非法入, 亲,我们重申我们的富裕。 俄罗斯应中联合国宪章, 并从乌克兰撤出其军子。 谢谢。 俄罗斯联邦的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以做出额外声明。 我把话筒交给他们。 谢谢女士主席。 今天我们听到了一些愤世嫉俗的言论, 暗示如果俄罗斯没有发动这场战争, 我们就不会坐在这里。 不,女士们先生们, 如果我们没有开始我们的特别军事行动, 像利希·昌斯科那样的悲剧将会每天都发生。 这正是直到2022年的八年时间里, 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只是你们那时候没有注意到, 我们来是为了结束那场战争, 我们肯定会做到的。 对我的英国同事, 我想说以下几点。 正是你们的前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 在2022年4月, 当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协议几乎准备就绪, 只需最后敲定时, 他匆忙赶往基辅。 他急忙赶到基辅, 告诉他在基辅的傀儡继续对俄罗斯发动战争。 所以正是你们的前首相, 鲍里斯·约翰逊, 对基辅政权的罪行有同谋责任, 对战场上成千上万年轻乌克兰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如果那份协议被签署, 如果签署他没有被你们英国和美国的同事禁止, 他们的生命本可以被挽救。 为了回应法国常驻代表所做的情绪化声明, 我想强调死亡永远是一场悲剧。 然而, 我们对法国同时在划分拼命死亡和杀戮时 所持的分尸嫉俗立场感到惊讶。 他们谴责一些人的死亡和杀戮, 而忽视另一些人的灭绝。 在表达对同胞之死的愤怒时, 法国代表们分尸嫉俗地忽视了一个事实, 即他们发送的武器被基辅政权 故意用来杀害俄罗斯城市的平民。 巴黎甚至试图通过声称自卫权 来为这些罪行辩护, 实际上是在为恐怖主义行为开脱。 我们观察到法国领导层坚持不认可巴黎 及其他西方首都在2014年危机爆发时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他们支持了在基辅的新纳粹政权, 这个政权八年来杀害了他自己的平民, 他自己的公民在顿巴斯。 法国, 其前总统承认明斯克协议并非一再执行, 而是旨在为基辅提供重新武装自己的暂停。 那么今天法国在维持基辅的犯罪团伙方面 所做的贡献, 包括向基辅提供致命武器 和训练乌克兰士兵, 又能说些什么呢? 我们已经多次声明, 法国在乌克兰冲突中日益增加的参与, 不仅延长和升级了冲突, 而且还威胁到了法国公民的生命。 这些公民充满了反俄宣传, 并且在当局的默许下, 作为雇佣兵自愿前往前线。 我希望所发生的事情将促使法国公众 重新考虑其领导层在乌克兰冲突中的立场, 有多么正当, 使得Semort's Pope Deverwesi。 非常有趣,不是吗? 我想补充的是, 当日本代表发言时, 情况非常有趣, 我认为他没有得到通知, 术语已经稍有改变。 你在视频中没有看到他, 但他以我们将支持乌克兰 直到需要的时候, 结束了他的声明。 在过去的几周内, 美国已经明确表示, 现在的说法应该是, 我们将尽我们所能支持乌克兰, 正如拜登总统所表达的。 这一变化反映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到, 乌克兰的失败变得非常明显, 以及西方无法继续提供武器的无能为力, 因为他们的武器正在耗尽, 甚至资金也在枯竭, 这是日本尚未完全理解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 日本没有提供武器, 只提供了人道主义物资, 这值得称赞。 然而, 这些细微差别似乎对日本来说是不明显的。 英国和法国代表与俄罗斯的交流非常清晰, 这两个大国非常虚伪, 而美国代表的表现更糟。 他们坚持认为, 既然一切都是俄罗斯的错, 只有俄罗斯有能力通过撤军来结束一切。 这已经成为一种让他们能够将自己描绘成支持乌克兰的英勇其死的咒语。 乌克兰代表也没有在这些剪辑中出现, 不得不讨论乌克兰的不满, 以及战争造成的广泛死亡和破坏, 这是事实。 他带来了可怕的死亡和破坏, 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尽快结束他。 乌克兰代表表现出对俄罗斯的极度蔑视, 用英语而不是俄语发言, 尽管在安全理事会中是允许的, 包括西班牙语在内的大国语言是官方语言, 但他们选择不使用这些语言。 重点是俄罗斯人没有放弃他们的外交努力来达成谈判的结束。 他们还不断地发出信号, 表明他们愿意接受什么, 不愿意接受什么。 与此同时, 西方不断发出信号, 他们只愿意接受俄罗斯的彻底失败 或从所有领土上的完全撤军, 这将包括克里米亚。 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处的僵局。 即使在安全理事会, 这种情况也在持续发生。 给我希望的是, 这实际上是在安全理事会中发生的。 俄罗斯能够利用联合国的程序, 即使到目前为止只是一个谈话场所, 不断推动某种形式的谈判, 并且不断地再次提起报信。 所以这就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游戏。 我认为, 看看这里的不同外交官, 俄罗斯人绝对拥有最熟练的人员。 我希望在某个时刻, 这些人实际上开始为结束屠杀, 进行真正的谈判。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